根據人家 報告調查的結果 說台灣是單位地區 消費羹湯最多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子 難道是因為大家喜歡喝羹 喜歡喝湯 據說喜歡喝羹湯的人 比較有感情 如果自己能夠在家裡面 做這樣子的羹 那麼不管加了什麼樣子的料 自己親眼為見 安心許多 今天我們就告訴你 如何來做肉羹 製作這道赤肉羹 所需要的食材 有豬肉三百克 魚漿三百克 白蘿蔔一條 香菇五朵 金針菇一把 香菜一小把 青菜三根 菜白粉適量 九層塔適量 調味料則有五香粉一小匙 胡椒粉適量 醬油兩大匙 湯一小匙 煎魚粉適量 醃一小匙 胡椒粉適量 以及烏醋隨意 林老少 石胖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這個肉羹 應該算是小吃的一種 對 叫做七肉羹 是肉 就是一個一個的肉 會存在於這個羹 這個 薑上面 對 你看得到這個肉 對 對不對 對 否則的話 它就叫做 純粹只是一個羹而已 皮中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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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必須要準備一塊肉 必須要準備那樣的薑 到時候來 告訴大家怎麼來結合 這個吃肉羹它的 離不開它的一個主要原料 就是肉跟魚漿做出來 是 那其他配料 可以隨著季節來改變 我們把蘿蔔先切成小丁 都削了皮 削了皮 切成了丁 切成小丁 然後加了水讓它煮軟 那裡面也可以加一點筍絲 金針菇 這個東西買回來以後 你就要打開 然後你要用多少 抓多少出來 其他還是用橡皮筋把它放起來 你可以放一個禮拜 它不會出水 只要它新鮮 是 有的地方去買的話 你一打開 第二天就 黏稠 減稠 那個外表本身沾了一些水 然後那個水裡面本身帶一些菌 然後你又沒有保存好 最後它就變得滑滑的 黏黏的 就不好了 對 像這個菇類 因為它太長 你吃的時候 好像在吃長壽麵的感覺 我們稍微下面給它剝鬆 上面就給它切成小段 一開三 一開三 比較適口 比較適口 對我們來講也比較方便 小孩子吃了也不會梗到 好 這個芹菜呢 切成芹菜豬 芹菜豬 我們任何的根湯類的東西 在台灣小吃裡面 我們都叫做芹菜豬 芹菜豬 然後它做什麼都好吃 拿一個清湯沖一沖 也是非常香的 沒錯沒錯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用那個美國大芹菜來做 它香氣就不足 沒有 它香氣就不足 好 這個是香菇 香菇 好 羹湯裡面加什麼東西 都無所謂 都可以 都無所謂 我覺得台式這個羹湯呢 可能當年有它固定的一些材料 但是最近這些年 這個台式羹湯的材料 跟這個酸辣湯 好像彼此之間就開始互相交流了 誰也搞不清楚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了 對 對不對 你像傳統的酸辣湯 好像只有筍絲 只有這個血 只有豆腐 就這樣子而已嘛 對 對不對 現在裡面又有金針菇了 又有胡蘿蔔了 什麼都忘了就加了 什麼都 可是我們中國菜就是不要離譜就可以了 不要離譜 這就是之前師傅說的 料理料理 用料有理就可以了 對 對不對 千萬不要這個 不要太離譜 對 因為它是屬於中國菜嘛 是 對不對 假如說你做的三部相 就不要叫做中國菜 是的 好 我們都切好了 這個是香菜 好 好 香菜清洗乾淨以後 我們這個 葉子的部分 葉子也不要這麼多 現在先要香菜便宜 現在香菜便宜 趁便宜的是趕快吃 好 對啊 對 你不要等到那個 跪了之後又哇啦哇啦叫了 還有九重塔 是 九重塔的葉子 九重塔我們就放了 不管 來 我們來處理我們的赤肉的部分 赤肉 這個叫做尿粗啊啦 老鼠肉 老鼠肉 從老鼠身上切出來的 對 那是一個大肥的老鼠 這老鼠挺肥的喔 好 這個非常細鮮 先把它切成了這個厚的肉排 你也可以用後腿肉啊 也可以用前夾心肉都來做 或是梅花肉都可以做 用夾心的機會也不少啊 也不少 因為夾心喔 做這個肉羹喔 人比較少 為什麼 夾心肉的話 它的筋的紋路走的是不規則的 它走的是不規則 一下這樣 一下那樣 你下刀的話 就得要直直橫橫 不停地去找那個紋路 你那塊肉一直要找那塊紋路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後腿 後腿肉它紋路比較好找 放旁邊 輕鬆 我這裡有肉錘 我不用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一定要把它剁碎 是 不要害怕 不要說 把它剁一顆怎麼變成沸 不用怕 不用怕 什麼都不用怕 是 看老師在剁肉 拍肉那個感覺 感覺就像是那個 夜市裡面 兩百麵 百五麵 一百麵 五十麵 三十麵 看不到 好 三十麵 你也有看過他們那樣子的麥 我是那個出生的嗎 你說我很像 真的很像 三十麵麵 我小時候我覺得 我最喜歡看的就是這樣 拿個小板凳坐在他面前 可以看 很多樣子喜歡看他們這樣子 搖滑那個感覺 對不對 我們把它拍鬆 拍鬆拍散了 拍散了 拍散了 一定要記住要把它拍散 是 你不要怕它痛 也不要怕它癢 一鬆了以後 你吃到肉乾 你就很舒服地給它吞下去 你不會像再咬橡皮筋 對 還要撕撕扯扯 對 我們就切這麼小條 所以賣這個小吃的人 是很辛苦 是 可是他利潤 一定有 我不敢講 沒有 做生意不可能沒有利潤 對不對 但是我希望大家把這個利潤 能夠拿到一個合理的位置 合理的位置 千萬不要講說 我今天用這個騙觀眾 下次再多一點騙 多騙一點 再用一些黑心的材料 我們台灣不會 我們台灣不會 不要以為 一兩個黑心的沒有被判刑 這個司法就瞎了 對 總有一天 你做的時候被判刀的刑 我希望這些名譽代表 能夠把這些法定言了 再讓後頭這些黑心的傢伙 都能夠被追究 這樣是不公正的 是 焦肉根就要焦一天 我們在這個半個小時之內 就要把大家把肉根焦會 是 這個是 這個平常上課的時候的一堂課 我們什麼都沒醃 我們把肉外面沖洗 切好以後也不沖洗 就是這樣 毛毛的 我們用我們的手 好 去抓它 抓它 好 它毛毛的 要抓到什麼程度呢 抓到不毛 抓到它更毛 因為它的纖維 剛剛被我們拍斷了 是不是 你看我的手都有 都有毛了 都有毛起來 你看到這個霧青來了 來 你先看 你先看這個盆 這個盆旁邊的 現在是光光的 對不對 光光的 它沒有任何的裡面的蛋白質 纖維跑出來 等它待會兒處理到後續的時候 它旁邊就會開始出現一些 像你的薑那樣的效果了 對 這個時間要滿長的 你一直抓 一直讓它抓 抓到你的手 都有一種毛毛小小的這種纖維 肉纖維存在 是不是 現在我們的肉根 很少看到用這種骨法來抓 現在大部分都用攪拌器 就機器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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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幾下以後 它纖維就給它打斷了 打斷 可是它的肉質還是不鬆 不是很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給它抓到鬆 抓到它黏 你看 黏稠 黏稠為止 是 現在加鹽 酒 還有呢 五香胡椒 五香 五香不要加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嗯 好 好 胡椒粉 胡椒粉 完了呢 還有加一點醬油 一點點的醬色給它 對 一點點的鹽 不能加醬油鹽 不能加太多 因為魚漿本身是鹹的 帶一點點的鹽花 然後加糖 糖 也不要太多 就是讓它這樣剛剛好就好 不要太多 那是因為台北 到了高雄 到了台南 恐怕會加了多一點 它可能味道就偏甜了 台南 我們台中以南 大部分它們的口味就比較偏甜 是的 高手又來了 聞一聞就知道鹹不鹹 淡不淡 對 對 你看把它變成這樣毛毛的感覺 每一根都是毛毛的 然後我們跟這個魚漿 好 這邊跟我們魚漿 在這個混魚漿之前 這裡面要加少許的太白粉 它才有附著力 彼此之間才有這樣子可以抓住 對 假如你不加太白粉的話 它等一下一煮 它就會分開 是 會分開 可是也不要加太多 薄薄的一層 薄薄的一層 是 好 自己吃 是 我們加薄薄的一層 做生意可以加厚一點 對 做生意 這個魚漿差不多 半斤的肉 一斤的魚漿 就可以做滿多的 半斤肉配一斤魚漿 這個是十幾兩的肉 然後這個是十兩的魚漿 魚漿買回來 不是每個菜場都有 是 你買回來以後 你就用塑膠袋給它壓平 放在冷凍庫裡面 可以放到半個月 放個半 你要用之前 今天要用 早上就給它拿出來 是 讓它自然解凍 好 老師 你要不要看一眼 你的蘿蔔 沒關係 給它煮 沒有 它不怕水少了 好 少了吧 少了 少了加水 好 沒關係 就給它燜好了 我們在家就硬了 蘿蔔 會煮成硬了 對 你熱的東西 在煮的時候 加了冷水 加冷水 它就硬了 那我就火小一點了 好 沒有關係 好 這邊我們把這個魚漿 跟我們的這個炙肉條 把它混合在一起 擠得擠得擠得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先這麼擠的 這個魚漿 你一定要到信用可靠的 賣魚丸的地方去買 是 你不要說隨便 它魚漿從一兩百塊 到四五百塊一斤多有 因為它都已經是漿了 你根本不知道 它原來長什麼樣子 對 比較要合乎 我們自己所需要的 好一點的 是 一分錢一分貨 對不對 你一定要給它 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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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不想賣力才不知道 對 好 就這樣子 OK 另外呢 我已經煮了一鍋的雞湯 是 雞湯在這邊 我用兩副雞骨頭 慢慢熬出來 慢慢熬出來的 那也可以用豬骨頭 豬骨頭 我怕這個天氣還不夠冷 還不夠冷 吃了就比較 負擔比較重的 好 那邊我們要來煮這個 赤肉羹的時候 那個水要燒到什麼程度 滾 要打開 OK 讓它開 打開以後 我們就轉消火 只要我們今天煮魚丸湯的話 就要把火關掉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這樣子 好 水準備開了 我們就把擀成小火 然後呢 我們就慢慢的 然後每一個肉條 外面呢 都要看到 它有沾上魚漿 對 然後呢 一條一條 慢慢的往鍋裡下 對 尤其像在過年的時候 我就會多做一點 多做一點 然後做好了以後 給一包一包分好 那過年要吃那個火鍋 什麼 直接拿一包出來 是 你看這個 都個不到一斤 就可以做很多 是 做很多 就是說 老師你做的 比較屬於自己吃的 你真的叫做赤肉羹 對不對 人家有些地方 當然啦 他可能買那個魚漿 些許便宜一點 所以呢 魚漿多 肉少 其實魚漿比肉還要貴 那你買的好魚漿啊 對不對 對 它是不是就好像變色了 就差不多了 變色裡面還沒熟 魚漿變色而已 這個肉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肉是拍了 是不是 這樣你沒有拍的話 要滾滿久的 對 還得煮得更久 對 對不對 有在賣這個肉羹的嗎 對不對 有 菜場有 多的是 肉羹這個是年紀大的人 只要體力不好 賣菜要搬這個很多的貨物 那這個就比較減輕一點 補充體力 對 也不是補充 這個體力就不會浪費那麼多 那這個 這個大部分都來做魚漿的 這樣 把最後盆裡的魚漿 也給它做一條出來 好 好 所以待會兒這邊 這麼多的吃肉羹 看看攝影棚的兄弟們 誰吃到那個魚漿羹 你就是最好運的 好運好運 大家都好運 哇 真的耶 做得像一大盆耶 差不多了 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把它撈起來 這全部要 撈起來 全部撈起來 撈起來 好 那我們這個 這樣子算熟 這樣熟了 這樣熟了 只要說我們小孩子要吃的話 就這樣直接可以給他吃 是 那這一鍋湯 這一鍋湯 我們也做高湯 也營養了 做高湯 對不對 對 裡面又有魚漿的味道 是又有這個 我們把雞湯倒下去 好 這些東西差不多了 蘿蔔湯也要過來 蘿蔔湯也過去 好 來 我就倒過來了 好 謝謝 好 把香菇也下去 好 把我們的料逐一往下加 對 火就可以些許開大一點了 開大 金箍也下 蝦 下 下定離手 差不多了 香菇水 下進來 好 調味了 調味了 調味 調味 你先定個色吧 好不好 好 用這個 我們平常看到的 是有點琥珀色的 對不對 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就用這個醬油來定湯色 好 我們就用這個醬油來定湯色 我們就用這個醬油來定湯色 都可以做 擺菜幫子 都可以做 鹽巴 對 還有就是缺不了的一個我們台灣最好的東西 假如說柴魚 可以用柴魚片 假如你怕柴魚片 吃了嘴巴 渣嘴巴 你就會用紗布把它包起來 好 只取它的味道 對不對 對 無醋要現在下嗎 等一下 好 最後下無醋 最後才下無醋 對 這個像油蔥什麼都不要加 不要加 它會壓它的肉根的味道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肉根 味道應該不錯 熟了 還好 對不對 你要不要吃一塊 當然喔 這不就是美食節目主持人獨有的權利嗎 不好意思 比較漂亮 比較好 蠻好吃的 怎麼蠻好吃的 很好吃 很好吃 蠻好吃的 就是 很受孩子懷疑 只要你可以煮一鍋麵或是油麵或洋蔥麵或是飯 煮好了以後一人一碗 然後這個給它做焦桶 也是不錯 市肉根麵 對 對不對 對 對 好 滾起來了 滾起來我們來加 勾芡 勾芡 嗯哼 蓋白粉水 你也可以用那個地瓜粉 地瓜粉水 對不對 好 一邊攪 一邊勾 慢慢地來喔 慢慢地來 不用急 不用急 對 夏天的時候呢 可能些許的淡一點 冬天呢 可以些許勾得濃一點 比較厚實一點 對 吃起來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單調 那麼… 是的 好 芡夠好了 把肉放進去裡面 就是一大盆啊 大盆 芹菜豬子 香菜 九層塔 都在這兒了 好 好 好了 芹菜 撒進去 芹菜豬子 我們撒一部分就好 對 其他的時候吃的時候 割碗裡頭 對不對 對 要讓它還能夠吃到那個脆脆的感覺 在這個時候 各位 我就把火關了 我來加黑醋 好 假如說我現在 剛剛在滾的時候 我們加了黑醋 黑醋就蒸發了 香氣就不見了 對 對 多加一點 這個是我們台灣名牌 它就一定要吃到 它那個烏醋的味道 對 好 你那個九層塔 是先放在碗底 讓它沖進去對不對 也可以放在上面 最後放在上面 你喜歡放個碗底 那就給它放 沒有 我是看人家外面賣的 是這麼做的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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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反正這個多自個兒的 沒關係 是 這一碗是 了不得的 了不得 等一下 是 是 再撒一點點上頭 好 香菜 香菜 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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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好 這樣就算 漂亮 來 今晚 去肉羹 肉餅 沒買嗎 太多了 我本來沒買 好了 上桌 吃肉羹 吃肉羹的製作大羹 首先我們將豬肉切成片狀 用刀面拍平 热度數下之後再切成粗條 放入容器當中用手抓捏樹下 加入酒 五香粉 胡椒粉 醬油 還有鹽慢勻 並且略微的摔打 再加入糖 太白粉拌勻之後略醃一下備用 白蘿蔔切小丁 放入滾水鍋中煮軟 金針菇切成小段 芹菜切成細末 香菇切去蒂頭再切成條狀 香菜葉切成末狀備用 魚漿當中加入豬肉調拌勻 慢慢的放入滾水鍋中 略微的汆燙之後 撈出來成為赤肉羹備用 接著起一鍋高湯 放入蘿蔔丁 香菇絲 金針菇 泡香菇的水 醬油 鹽 煎魚粉 一起煮滾 再用太白粉水勾芡之後 加入赤肉羹 撒上胡椒粉 芹菜末 熄火之後加入烏醋調味 成碗之後再放入芹菜末 香菜末 九層塔 烏醋 以及胡椒粉 就可以完成今天這一道赤肉羹 這個季節 這個溫度 看到碗裡的羹湯冒著煙 如果能夠喝上一口 哎呀 通體舒暢 通體舒暢 這個是很道地的 是不是 全部的口味 對啊 對啊 稍微的攪拌攪拌 把最上面那個 新加上來的烏醋 跟所有的羹湯 都能夠混合到一塊 對 其實以前的話 是沒有加金針菇 對 那我覺得現在給它加一點 雖然新針菇很便宜 甚至有的人在賣這個羹湯的時候 為了 可能為了賣相好 或者是這個營養方面 會在裡面飄一些蛋花 對 那個飄蛋花就表示說 它的本料不多 它本料不多 打一個蛋花下去 看起來它就比較豐富 因為本來那個羹 跟羹如果料多 你想今天我們這一碗 你根本看不到太多 純羹湯的位置 但是呢 它的料不多 你看到了太多羹湯 難看 就把那個蛋花飄進去 看起來就比較豐富 你這樣一講 大家以後下次一看到 賣一個羹裡面有蛋花的 就都不喝了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 烹調者來講的話 它就是 就是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想到 它吃豬必有陰 對不對 真過癮 這個這個這個 老師今天這裡面料好多喔 每一口一定都可以吃到 好吃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希望大家都會很喜歡 這個肉羹做好了以後 放在冷凍庫 包吹 放它 半個月沒問題吧 不行 做好肉羹可以 肉羹啊 湯不行 不是 我湯是每次做 沒問題 對 放半個月沒問題 對不對 所以可能你一個月想到一次 兩個月想到一次 做那麼一批 做那麼一些啊 反正也是做 做少也花那個工 不如做多一點 放一批在冰箱裡面 想吃的時候拿出來吃 尤其是做火鍋 炒芹菜 是是是 炒芹菜 都好吃 哪怕 你今天包成小包小包的 我告訴你 送給朋友這個玩意兒 不比送手工餅乾來的遜色喔 朋友們拿到了以後 一定會開心得不得了 只要熬個冰糖 全家人就暖和暖和了 對不對 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夠會做台灣小吃 好啦 樓下的朋友 可以拿碗開始出動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